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10月14日 中国政府代表 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 同不丹政府代表 外交大臣丹迪多吉 通过视频方式在北京和庭部签署 关于加快中部边界谈判 三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 吴江浩表示 中国和不丹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远流长 相信双方今天签署的备忘录 将为加快两国化界谈判 推动中部建交进程 做出富有意义的贡献 中方将遵循习近平外交思想 践行清诚慧荣的周边外交理念 同部方做平等相待 和平共处 互利共赢的好邻居 好朋友 好伙伴 丹迪多吉表示 双方签署的备忘录具有历史性意义 是部中双方多年共同努力和真诚合作的结果 部方将与中方一道落实好备忘录 坚定不移推进两国化界谈判工作 致力于加强两国关系 这则消息在印度引发震动 印度快报 印度时报等多家印度媒体报道称 印方已经注意到这一消息 考虑到谅解备忘录 可能会对印度与中国之间 本已令人担忧的关系产生影响 印度的谨慎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不单是唯一不和中国建交的邻国 首都离我国仅有45公里 不单位于世界最大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 国土面积比较小 只有38394平方千米 不单曾是我国国土的一部分 后来独立出来成为不单国 不单在八世纪就成为了吐蕃帝国的一个部落 元朝统一西藏后 不单受宣政院管辖 直到清朝时才独立出去 但不单认为中国为宗主国 清代称不单为布鲁克巴 1730至1731年 清政府派西藏地方官员波罗奈调停不单内乱 1936年不单第十任第八国王米庞万部 接受中国清朝政府册封 俄尔德尼第八名号 不单人也称逐克巴 占不单总人口的50% 主要是中国西藏人血统和印猛血统的后裔 据考证 不单人的祖先主要来自中国的西藏 缅甸 尼泊尔和印度等地 于公元九世纪 从中国西藏移居到布丹的北部和西部地区 并把中国西藏的文化和佛教也带到了布丹 布丹语就是藏语的一个分支 藏传佛教在布丹也占主导地位 布丹王国在泛语中意为西藏的边陲 除此之外 布丹还受汉文化的影响 而且布丹还自称神龙之国 对中国龙有非常普遍的崇拜 布丹国旗是世界上唯一用中国龙作为国旗的国家 别看布丹国土面积小 经济也相对落后 却在全球快乐国度排行榜中位置前列 是亚洲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布丹与印度之间关系复杂 印度不仅在布丹有大量驻军 还为布丹修建了两个大型水电站 每年水电站的收入占布丹国家财政预算的30% 印度是布丹最大的贸易伙伴 援助国和债权国 印度以全方位渗透到布丹 中国大陆一位女士到布丹旅游 在咖啡馆里碰到一名印度中年男子 这名印度男子问他住在哪家五星酒店 特别骄傲地说 这家酒店肯定是印度人盖的 中国女士说是新加坡人经营的 印度男子连连表示 布丹不可能有不是印度人盖的五星酒店 可见印度人对布丹的自信是多么爆棚 2006年7月两国续签贸易商务与转运协定 有效期10年 所以说印度才敢逼迫布丹当他的附属国 印度不允许布丹和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建立外交关系 导致了中国与这个曾经是中国领土和藩属国的国家 一直无法建交 印度一些人通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布丹 甚至自认为是布丹的保护人 而印媒在报道布丹中国备忘录消息时 几乎都提到了2017年中印持续70多天的洞朗对峙 印度军方人员2017年非法越界 在洞朗地区与中国边防部队对峙 印度打出所谓保护布丹的幌子 将洞朗地区说成是中国、印度、布丹的三国交界点 为其越界侵犯中国领土证明 企图制造洞朗地区争议 阻止并牵制中部边界谈判进程 但布丹也不是一个完全任人摆布的国家 近期 布丹方面为了抗击疫情 封锁了边境地区 这也让印度的农民无法入境布丹 使用相关的灌溉渠 此举导致与布丹接壤的印度阿萨姆邦境内 25个村庄 6000多农民的农业用水受到影响 2017年8月11日 印度外长与布丹外相丹曲多吉举行会谈 这也是当时印中对峙之后两人的首次见面 鉴于印度媒体此前频频逼布丹就动朗对峙事件表态 希望布丹给日益站不住脚的帮布丹抵抗中国侵略的说法站台 此次会谈备受印度方面期待 但让印媒大失所望的是 布丹外相对记者只是表示 希望动朗的对峙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 有网友吐槽 印度只能对这份谅解备忘录发出微妙的警告 布丹的国防外交政策都与印度同步 今天布丹已经理解并开始在没有与印度协调的情况下 自己做出决定 印度的最后一个邻国也反对印度 从1975年吞并亲近中国的西津开始 印度用了28年时间 让国际社会几乎全部承认了印度对西津的吞并 理由是 这是西津人民全体公投的意愿 瓦解了尼泊尔、布丹和西津这三个小国的联手 中印边界凭空多出了个中断 印度拓宽了自己通向东北部七个邦的战略要道 首都新德里与印度东北部七个邦被切断的战略风险大为降低 这七个邦就包括中国的藏南地区 一直被印度实际控制 印度将其改名为阿鲁纳恰尔邦 吞并西津后 印度士气大政顾忌重演 讲一股作气再下一城 吞并布丹 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回过神 中国不再是以前的中国 昔日西战西施西津 今天不可不争不丹 中印边境再起冲突波及藏南地区 两军第十三轮会谈失败加剧紧张局势 印度副总统奈杜 10月8日赴中印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地区阿鲁纳恰尔邦访问 此外 印度边境道路组织14日 对中印边境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一条隧道 进行了突破性爆破工作 就在谈判前几日 中国边防部队按计划对中印边境中方一侧 在喀拉昆仑高原射击演练视频 反判均无成果 中国如何应对布丹这个中印冲撞点 军事上 派兵直接打到布丹去 法理上 布丹与印度签署有互助友好条约 布丹被进攻 印度会立马出兵迎战 何况军事进攻别国 道义上先输 国际社会将绝对一边倒 政治上 做布丹上层的工作 培养亲中力量 布丹政府不敢反水 想脱离印度 也许第二天就重蹈西津民族党和西津国王的命运 因为军队被印度牢牢控制在手中 经济上 让布丹成为中国制造的消费国 布丹国家国土面积小 地理位置相对封闭 人们对于佛教信仰非常虔诚 如果发展现代化 虽然能加速经济的发展 但文化将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其特色之处可能也将不复存在 布丹虽然是小国 但也曾和中国高层有多方接触 中国在布丹签订工程承包合同额 1106万美元 完成营业额102万美元 相信 未来的某一天 布丹会和中国建交的 中国痛失吸睛的悲剧绝不能再演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